我们就是会在这边有个setitem 这个是在local storage这个前面讲过 有没有你可以存一个讯息 是不是第一次 如果第2次第2次已经第2次就不用再载入这些否则的话你会发现 就会花很多时间每次都载入太浪费时间 那怎么样把资料读进来 就是直接有没有 把这个是jqmobile.h h就是每一笔资料 什么样的资料 Fooddata 你想说Fooddata在哪里 实际上这个Fooddata指的就是 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那个Fooddata.js 这边不是一个 VAR就是宣告一个变数名称就是Fooddata 然后可以怎么样的 H的意思说 每一笔资料 全部都帮我读进来 他就怎么样 一笔一笔读进来之后 再做什么呢 底下读进来之后 然后放在这个变数里面 总共会有四个变数 然后再做insert的动作insert into 到哪一个资料表 Foodd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Foodd那个资料表 我们刚刚不是create 那就第1次的时候才需要做了 就分别把那些资料通通怎样 写入到那个资料资料库里面那个资料表 就会有资料 不过可能这个地方需要一些 sicle的基础 其实很快就可以把全部的资料都写进去了 那写进去之后的话 然后再来就是 做底下的动作 这个是第1个 资料库 如何把那个什么 把我们刚刚的这个Fooddata 的js有没有全部都写进去 将来如果当然你要 也不是叫各位全部都改了 你其实将来你也可以讲这些都不用改 只要改 这个是资料库的名称 这个是资料表的名称 这个这个可以改 还有栏位的名 栏位看你要几个 那再来就是怎样把资料全部都写进去部分 也可以做修改 那你就可以改成你自己要要的 反正就是载入 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的话 那栏位名称你不用改 反正就可以这样子 全部资料通通都写入进去了 第1个资料 如何 而从js档写入进去 当然这个地方是有点难度啦 不过细节部分我想因为时间 我们重点不是摆在这个地方 也许下学期我可以讲的比较细 但这里的话开个头让各位了解一下 第1个资料库部分 那等一下再来看就是说 其他的事件怎么做连结 那怎么触发之后做那些其他的事情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可以先把这个 稍微看你看了懂得先记录 如果看不懂的部分 旁边有注写 也可以稍微了解 那这个部分就是 App里面 如何把云端的资料 比如说把外部的资料 写入到我们那个内部的那个资料库的一种方法 流程大概都一样 大概都一样 其他会变的话就是资料库的名称 资料表名称 栏位名称 那这样就很快就可以把资料写进去了 大概类似像这样的方法 这个这个流程 谢谢大家